講空間講設計 大家好 我是芳瑜 歡迎收看第七屆亞洲設計獎 多元混搭單元的入圍以及得獎作品 那麼今天非常榮幸的也請到兩位設計師 首先第一位歡迎到的是 宇竹空間設計的謝榮辰設計師 歡迎 大家好 我是宇竹空間設計謝榮辰CESAR 第二位歡迎到的是 一水一目設計的謝松燕設計師 大家好 我是一水一目設計謝松燕 那這一次入圍的這兩個作品 在多元混搭單元我覺得也是相當的精彩 我們首先先來問一下謝榮辰設計師的這個作品 剛開始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會覺得沒有多元混搭 他就感覺很一致的設計的風格 不過其實在你設計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常常會遇到我們也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男巫主跟女巫主喜歡的風格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所以你把這兩種風格很和諧的放在空間裡面了 是 在跟男巫主跟女巫主第一次交談的時候 就知道他們兩個個性其實是有一點點差異的 怎麼說 因為男巫主他本身是台南人 那喜歡一些懷舊老物 那女巫主是台北人 他喜歡北又現代的感覺 所以是南北聯姻的一個結果 就喜歡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喜歡比較現代 一個喜歡比較復古的感覺 然後你怎麼樣就是說服他們兩個 或者怎麼樣把這兩種需求放在你的空間裡面 卻不會很奇怪 其實就是當在接觸的時候 就是了解他們兩個風格其實有差異 但是在因為男生的話他喜歡工業風 還有這是復古的東西 那在設計的層次上面結合了就是現代跟北歐的風格 那北歐的部分就是我們在格局上調整就是比較開放場域的方式 開放 對 那工業的部分我們就是找一些鐵劍啊 然後老劍啊的東西去結合他們想要的風格 他結合在一起 有一種新舊交替的感覺 衝突感 我覺得很聰明喔 因為你並不是兩面你做不一樣的感覺 你是其實統一你在格局上面給他北歐風 可是你在其他的材質的部分 你卻用了復古比較呢 工業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他當然就是彼此融合在裡面了 然後呢在這個設計手法上面呢 也可以給我們觀眾朋友們一些建議 就比如說呢當遇到我跟我老公 或者是我跟我媽媽 我們兩個喜歡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要要求你幫我放在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是兩種風格 北歐跟工業它可能可以交融在一起 那如果是一個南緣北車 比如說一個喜歡歐風 一個喜歡日式的設計 你怎麼要做啊 當然在這個設計的風格如果說差太多 那必須去溝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如果說要走像北歐比較開放的場域的話 如果像兩種風格要Mix在一起其實蠻困難的 那等於是說我們必須用幾個空間去區隔 就是他可能要去分配一下這個比重 那或者是我們選擇一個折中 哪一個風格是他們兩個不會排斥 並且喜歡的去做調整 那最後這樣子的設計他們喜歡嗎 喜歡 他們非常喜歡是不是 那你可以再跟我們講一下 比如說在這樣子的兩種不同的風格 或者是你說北歐風跟工業風 他們兩個要很和諧的 給我們是一致感覺的 有沒有什麼設計的手法 可以教教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們的 其實在造型上面 我們用北歐現代的線條跟集合下去做呈現 那可能在一些素材上面 好材質上面我們選比較懷舊復古的方向 例如我們看到的一個吧檯的部分 我們用比較復古的線條的復古磚 但是它的線條是比較現代的北歐的蜂巢磚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有做一個新舊交替的一個結合 那軟線的搭配我們要怎麼選擇 包括燈飾啊窗簾的部分 窗簾的部分其實是一個 可能就是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一個溝通上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男生的部分 他比較可能在台南上來 他比較有風水的考量 所以我們運用就是可能 這也是我們設計上面 必須去替消費者去思考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他可能要擋這些煞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可以運用像木擺葉這個功能 它是硬體的它不是軟體的 是 它就可以扎扎實實的擋煞了 對 然後包括就是它的格局也是被創 所以其實在一個 其實會有一點care風水的屋主身上 我們必須去做蠻多的溝通在這方面 對 我覺得這個我曾經聽過一個設計師說 其實設計師最恨的就是風水 就覺得 風水呢我原本設計的style是這樣子 會因為風水要改變我的設計的格局 但是偏偏我們呢 亞洲人東方人又有很多這樣的考量 那你怎麼樣給我們一些建議呢 風水的部分其實也是要看是輕度還是重度 如果說是重度的話 你再怎麼說服其實是蠻困難的 只能按照正常的風水程序下去走 對 當然就是如果可以接受 這個我們新的一個設計的方向的話 其實像用一些就是設計的手法 包括就是我剛剛說木牌也會是 就是一些設計的方式 可以去散低掉這些風水的問題 其實如果說他們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對 如果你找對設計師 其實風水一點問題都沒有 也不會搞得你家裡會變得好像很突兀 因為設計師會用他們專業的手板 去幫助你達到你所要的要求 那我想要問一下謝榮成設計師 就於這個設計來講 因為遇到呢 會遇到不同的業主不同的物主不同的需求 就你來講 你要怎麼把自己設計裡面呢 其實放到你的設計裡面 又不會又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又不會受到他們的影響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針對這個案子 就是在現場的時候去看警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就是先了解他們想要什麼 那在這個場域裡面 其實他的電視牆 它是一個廁所 它是一個公共衛浴 那其實他們一進門就會看到這個衛浴 那其實原本他們是希望把這個衛浴拿掉 拿掉 對 當然我知道他們喜歡這樣子的風格 就是在溝通的時候就了解 所以我去試著去了解這面牆的用途 它裡面的材質 那它原本建商剛好就是紅磚 那所以我利用它的紅磚 然後把它敲出一些它原始的紅磚面 然後受到這個時代的一個衝擊 對 所以反而它原本是一個公共的衛浴空間 但是你卻善用了這一面牆 讓它達到就屋主想要的那種很復古的感覺 對 就是一個時代的衝擊感 是 時代的衝擊感 好 那麼呢 下一位呢我們要來恭喜 一水一目設計的謝松燕設計師 你這一次的這個作品呢 得到亞洲設計獎 多元混搭單元的傑出設計獎 恭喜 謝謝 那麼看到這個空間呢 我會覺得 其實在都市這種銅牆鐵壁 車水馬龍的城市裡頭 進到你的空間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的心立刻沈浸了下來 是 也是你要帶給業主 帶給屋主這樣的感受嗎 對 因為業主本身是比較偏好 喜好 東方色彩比較濃厚的一個設計 是 那我們希望能把東方那種比較內斂 沈浸的頂域 帶到這個案子來 對 那所以我們在設計上 就盡量讓那個設計手法跟設計的表現降到這一點 是 聽到兩個字重點 底蘊的部分 我覺得這兩個字寫起來很容易 可是實際執行上面很難耶 什麼叫做把那個底蘊做出來呢 而且你這個Case 你這個得獎作品呢 我知道還有一個很困難的點就是 其實屋主呢 他已經把所有的家具都買好了 請你依照這些家具的風格這樣子設計 這樣子設計 這個很難耶 對 因為一般大概是家具的配置 可能不會在設計的最前端 對 就開始去執行 對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逆向思考的部分 對我們言其實有一個好處是 我們更容易清楚的知道屋主喜歡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對 所以就整個設計主軸就是以屋主已經買定的家具 去做整個後續的設計 是 那可以具體跟我們講一下 你看到其實他的家具我覺得我自己看了也都很喜歡 就是感覺是很有想法 而且已經非常有個人風格的一個家具的風格 那你怎麼樣具體讓他的家具呢 非常的完整一致性的融合在你的空間裡頭呢 因為他的家具雖然是比較偏東方系 然後大量的原木啦 對 或者是竹編的部分 對 那他其實仔細去分析這個家具的部分 他還是用了蠻多現代的手法去處理這個家具 那剛好也去符合到業主的需要性 男主人是一整個偏向東方的 可是女主人她是比較喜歡俐落的 對 俐落 那所以我們把這兩種結合在一起 對 那在設計表現出來 其實也沒有太多東方非常具象式的圖騰 沒有 或一些表現的 對 所以你具體做了哪些你剛說的極簡 去搭配他們的家具呢 因為所有的造型在完成的硬體的部分 我們盡量不要讓它有造型 一般大概可能比如說在書架啦 或者是牆面的部分 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線條啦 對 或者是形製出來 對 你沒有耶 對 那我們這個案子我們就單純去 用材料去表現出那種東方比較沉穩 對 我看到了 對 大家呢 有沒有聽到這一次說材料 就單單一個電視後面的主牆面 是 其實沒有過多的設計 但是你看到那個材質的紋理 是 對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類似水泥的磁鑽 對 那我們甚至連排列的方式 都沒有再去做任何細部的分別 就讓它非常規矩的去排列 是 那單純表現出那個材料本身的基礎 對 對 就是一種淡淡的感覺 但是呢 卻你看到它是 其實是很低調 很深層的 是 那再來呢 你知道車水馬龍的都市嘛 所以呢其實 你進到空間裡面 你會覺得很沉靜 你馬上可以count down下來 可是事實上 旁邊就是馬路啊 你怎麼做到 就是讓它完全可以這樣子 因為這個樣子 現場基地是直接淋著馬路 然後樓層又低 所以我覺得外在的那種環境的衝擊 跟壓迫感是有的 對 那我們希望讓內外是稍微有一點反應 但我們又不能說 我直接就隔一個陽台出來 它是沒有陽台的是不是 它是沒有陽台 中式庭院那種小入境小境的感覺 酷 對 那其實就是把一些 一般比較在戶外常用的設計手法 帶到室內來 那希望在室內室外這兩個空間 它的感受是比較模糊的 是 對然後有一點以退為境的那種感覺 比如說我們 因為沒有陽台 對 那我們希望有 讓你有陽台的那種感覺出來 有耶有耶 對就是我坐在卧榻上面 我就覺得是陽台 陽光就會從窗戶灑落進來 對 那有時候 有些東西不用做到很滿 稍微 退讓一點 然後可以得到更多 對 我講得非常好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得獎的作品 它其實很多地方呢 它都是留白的 它就是把這個想像的空間呢 留給屋主 留給看這個作品的你 但是呢 卻可以達到那種沒有過多裝飾 然後呢 又可以把那種很沉浸很沉穩很內斂的氣息呢 凸顯出來 是 我覺得這很不容易耶 設計師真的好厲害喔 那就你來講 你對於設計這兩個字 在你整個職業的過程當中 不一定遇到這個屋主 你可能遇到形形色色各類的屋主 你怎麼貫徹自己的設計理念 其實我們公司在做案子 都一向還蠻保持著用剪法去做 剪法 對 它包含像這次這個案子 它畢竟住家還是會有一些機能要在 對 那我們幾乎把所有的櫃子都牆提到 看不見它是櫃子 看起來像是牆 那其實它或許是一整排的收納櫃 對 那我們就是希望它在空間的干擾 是降到最低的 對 我們其實會很常用這樣的手法去做 現在可能屋主都會過度的講究 我要有多少的收納 對 對 那其實我們會蠻先一個居住的空間 或者是一個食物空間 除了收納或許可以思考 再更多一點精神沈滅的東西進來 對我覺得那個才是一個空間 長久的會讓你有一個感受 然後甚至於去改變你的一些習慣 對 我覺得這真的是給我當頭棒喝 因為我也是那種 屬於東西買很多要求設計師 拜託把我全部藏起來 我全部都收起來 可是你剛才的設計師講得很好 其實在著重這些物質生活當中的同時 精神層面其實才是你需要思考的 因為精神層面才會讓你充實你的人生 充實你的生活 才會讓你的生活有不一樣的感受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講空間講設計 如果你還想要知道第七屆亞洲設計獎 有哪些入圍以及得獎作品 不要忘了繼續鎖定我們節目喔 跟大家說掰掰